古堡家商6月4号在三重体育馆举行毕业典礼 毕业生吴志薇 翁彦如以及李杰翰表现亮眼 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6月毕业季到来 古堡家商日前于三重体育馆举办毕业典礼 在这届毕业生中有三位学生的表现 可以说是相当杰出 这三年来我们这三位同学真的都非常的认真 虽然你看到他们这样行动不是很方便 可是他们付出的真的比一般的学生还多 同时我们其中也有同学得到新北市的升涨升奖 我们这位也得好多奖 甚至他们的精神真的很可嘉 第一位为热爱打篮球的吴志薇 三年下来成绩都保持前三名 同时也是学校篮球队的一员 目前已考进文化大学篮球队准备再进进 我很感谢教练一路的帮忙 让我在比赛中可以学习很多 另外还有这位翁彦如 从小就患有脑性麻痹肢体萎缩 但她总是积极进取又乐观 人缘好也努力于课业学习 未来她想担任社工师 帮助更多和她一样的人 接下来有要就是继续升学或是有什么样的打算吗 有想要继续升学 希望我可以就是考上就是社工员 然后继续辅导那些跟我一样的小朋友 最后这位李杰汉 三岁时因患有脑性麻痹 从此不良于行 但认真想学的她 今年也录取台北海洋技术学院的游戏设计系 目前她希望毕业后能够先开刀 接下来就是有打算就是说升学 还是说有什么目标呢 认真进取不断努力 古宝扎商三位生命斗士 在高中三年的生涯中 为自己画下了完美的据点 记者沈仲代华三重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